谢谢您的掌声 我们的三位参赛者 编号7 黎冠锐 编号10 罗宪良 编号15 吴云锦先生 三位请到后台期准备第二回合 他们需要选唱另外一首歌曲 来角逐今天的冠亚季军 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评审 稍微的准备下一回合的比赛 编号15的吴云锦来自麻坡 所选唱的歌曲也是这首 我看要弃琴上面的歌曲 《怀念妈妈》请掌声鼓励 妈妈 我的妈妈 妈妈 我的妈妈 我有多久没有回家 眺望老家的蓝天 就像起妈妈的白帆 你一生辛苦都是为了我 妈妈 你好伟大 我怀念你 妈妈 喔 我的妈妈 喔 我的妈妈 妈妈 我的妈妈 妈妈 我的妈妈 我还记得 你的说话 要我好好的做人 不要糖 不归融化 我要你永远 健康快乐 等我 等我回家 陪伴你默默 妈妈 我一生中最敬爱的妈妈 虽然不能在您身边陪伴这个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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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妈 妈妈 我的妈妈 我有多久没有回家 要往老家的蓝天 就像亲妈妈的白发 你生辛苦 都是为了我 妈妈 你好伟大 我怀念你 妈妈 我怀念你 我怀念你 妈妈 哇 哇 那个跪下来是不是指定动作 没有啦 是唱到那感情到那儿就会跪下来 对对对 OK 对自己的表现如何 还满意啊 冠亚季 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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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位 对不对 好 来 谢谢 谢谢编号15的朋友 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编号10的 罗宪良 来自柔佛舟 所选唱的歌曲 刚才是怀念妈妈 对不对 这位是怀念爱人 明日天涯 请掌声鼓励 当你明显醒过来 再也寻不到我的终意 你会知道我已离你远去 爱人不要怨我 爱人不要恨我 爱人不要恨我 我愿想与你消磨一生 无奈一生命如此断除 当你闭上眼睛 笑声永远留在耳边 我虽然的爱情永远留在心底 爱人不要悲伤 爱人不要绝望忘记我了 真挚的爱情你我会在天涯相扶 当你闭上眼睛 再寻找不到我的旋律 爱人知道我以为你也要去 爱人不要悲伤 爱人不要悲伤 爱人不要绝望 牢记我俩真挚的爱情 你我会在天涯相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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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天涯相扶 我会在天涯相扶 好 来 谢谢 那是我们的第二位 进入截足冠亚继军的朋友 最后一位 真的我是从开始 说这一首冲动的惩罚 一直说到现在 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现在他可以出场了 这首歌我本身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 我想也是一首非常高难度的歌曲 黎冠瑞这位参赛者 能不能够把这首歌演绎出来 我们这个时候就拭目以待 让我们以这里掌声来欢迎他 黎冠瑞编号七冲动的惩罚 谢谢 那日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忽乱的说话 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 狂乱的表达 我迷醉的眼睛 一看不清你表情 忘记了你当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拉着你的手 放在我手心 我错误的感觉到你也没有生气 所以我以为 你会明白我的两枯勇心 知道你转身离去哪一颗奇异 初见的清醒 才知道把我世界抢架给你 还需要勇气 在你的内心里 是怎样对待感情 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 我只说只话 简单的想法 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我伤悲 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 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你 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 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 它来的那么快来的那么直接 就算我心中的感觉 就算我心谎也无法将火熄灭 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约 如果说没有闻到长流手中你的香水 我绝对不会辗转反正难以入睡 就想着你的梅 就想着你的梅 吻着你的香味 在冰雨活的情欲中挣扎徘徊 如果说不是要点夜缘分把我捉弄 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 就把你忘记吧 应该把你忘了 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 啊 直到你转身离去那一刻起 初见的清醒 才知道把我世界强加给你 还需要勇气 在你的内心里是怎样对待感情 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对我提起 我只说只话 简单的想法 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我伤悲 尽管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 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你 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 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 它来的那么快 来的那么直接 就算我喜欢也 无法将火熄灭 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约 如果说没有闻到残留手中你的香水 我绝对不会辗转反正难以入睡 就想着你的美 闻着你的香味 就想着你的美 闻着你的香味 在冰雨破的情意中挣扎徘徊 如果说不是绕天也 缘分把我捉弄 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 就把你忘记吗 应该把你忘了 这是对冲动 最好的惩罚 这是对冲动 最好的惩罚 我记得有一点 我 districts atmosphere Zither Harp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台风奖 最佳台风奖会得到现金200块钱 奖备一座 还有价值395块钱的J. Bovier 名表一支 最佳台风奖花落谁家 那是编号1的李江文 恭喜你 那我们下来呢是有最佳服装奖 应该是众望所归了 来自沙巴的这位朋友李永华霸王别姬 恭喜你 好 下来我们要冠亚季 冠亚季的三位参赛者请站前来站前一步 非常的紧张哦 现在我要公布的是季军 南方杯全国树匠 卡拉OK歌唱大赛 季军得主 将会得到现金1000块钱奖备一座 以及价值485块钱的J. Bovier 名表一支 我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很紧张 来音乐 季军得主是编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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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两位了哦 那我每次说啊 如果说排老二的话 通常会被忽略的 所以没有办法 所有的比赛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宣布的是冠军得主 没被叫到名字的 就是亚军了 冠军将会得到 奖金3000块钱 奖杯一座 J. Bovier 名表一支 价值795块钱 这些奖品奖金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南方杯的这一份荣誉 2009年南方杯全国数将 卡拉OK歌唱大赛 冠冠军得主是 冠冠军得主是 编号15的朋友恭喜你 你得到了冠军 罗宪良 明日天涯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马上的 恭喜你 我说编号石头的时候 他还不敢站出来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老二是吗 你看 来我们现在是亚军得主 奖金2000块钱 奖杯一座 价值695块钱的J. Bovier 明表一支 谢谢 来我们所有的参赛者 站前一步好不好 来一张大合照 这张照片要登到报纸上的 明天要上报的喔 下集结束 多谢大家 亚文在一起 感谢观看